佐西国小射箭队在105年成立 从原本选手全部都是男生 到现在一半以上都是女生了 校长田杨乔表示说 这一批选手都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培训 今年大大小小比赛都是由这一波女子军团来称霸 可以说是相当厉害 佐西国小射箭队在105年成立 从原本选手全部都是男生 到现在一半以上都是女生 校长田杨乔说 这一批选手都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培训 今年大大小小比赛都是由这一波女子军团称霸 可以说是相当厉害 这一批的五年级小朋友 因为他们人数比较多 十几个一般十几个 而且都是女生 所以有五个我从二年级就开始练了 对从二年级开始练 然后二年级 通常都是他们从不会到会 这是我的专长 这批小小女射手们表示 非常的热爱射箭 能够得到这般成绩 都要感谢教练跟校长的栽培 自己也都会利用时间来学习 教练都叫我们想动作啊 那些的 然后就把动作做出来一个一个一个做出来 这样子 嗯 就是有时候会休息 但休息不是不会太久才 有时候五分钟 我说十分钟 四五分钟这样子 嗯 会不会很累啊 就是都没有办法出去玩 对啊 真的累啊 如果你请假 教练会讲说这样这样的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他讲说 为什么你昨天没有人这样的 所以就把握每次练习 对 卓西国小射箭队成立不到六年 已经是国内顶尖的射箭学校 而且还代表过两次中华代表队参加国际赛 总共获得了八面锦牌 谢谢高松松 卓西乡采访报道